有那么两种工作模式 一种是自调自开 一种是调剂给普工去开 你喜欢哪一种 我建议大家选第二种 因为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我是周公 那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触 可能大家也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公司最近来面试的超级师傅呢 我也留意了一下 有那么几个超级师傅 他们呢 也是更偏向于自调自开那种工作模式 那种调耳机交给普工去开的 那种工作 他们反而是不愿意 什么理由呢 他说太累了 因为呢 这种模式是需要 教普工去装甲 他教他去试通子规 生产过程中 你还要抽时间去留意一下 普工装甲是否正确 通子规是否合格 零件外观是否有压伤砸伤 如果普工在这方面没有做好 师傅呢 还要跟着被挨骂 所以 他们 想着还不由自己开机来的省心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了 那周公告诉你 他们说的是对的 在工厂里 这种工作模式确实是这样子 你自己做的好还不行 你还得带着普工去做好才行 所以对比自调自开而言 还是自调自开省心 自己做出什么样的质量 效率 效率 自己心中有数 只不过呢 周公劝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想 更不要这样去做 这对你以后几乎没有好处 那技术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是很难 再往高度去去 去生长的 你没办法突破 那么你的薪酬 就基本上停滞在这个位置 但如果我们在冲高度的时候 我们顺便把宽度 扣一下 即便有一天我们卡在某一个高度的瓶颈 无法上升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宽度的流 可以去发展 好 凭言归正传 那如果你做调机员的时候 要顺带普工去开机 或者指导学徒 简单抄机 那么这就是一种历练 给你人 你会用 你能用 而且慢慢的 你用的越来越好 工作上听你安排的人 也来也越来越多 那么这就是专业技术以外的一种很强的能力 而更倾向于自调自开工作的 调机员 就没什么变化了 因为 工件容易的 他会继续在那里做下去 难调的 他会去换工作 继续找简单的 找他能搞定的那一种 那这样一来 他的专业能力几乎是 无长进 而且 自调自开的 工作 属于单打独到的类型 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调一台 开一台 甚至只负责一台 说白了 他 只有一台鸡的产量 但如果一个调机员 加一个普攻 如果普攻能开五台鸡 那么一个师傅 加一个普攻的组合 他们的产量 就是六台鸡的产量 所以 结果显而易见 谁创造能力利用高 就提拔谁 那有的网友说了 你如果给我批量的单 我一个人 照样能开几台 那真的是这样吗 周公想说 如果真的是给你批量的单 你根本做不了一个月 一个月你根本做不了 因为一个月里 你几乎都是在当 绿剑侠 你一个师傅去当绿剑侠 你能答应 但是你的内心 绝不会答应 所以呢 我劝各位超级师傅 当你在攀登技术高度的同时 如果有机会扩展能力的宽度 那么你一定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 你不要嫌着累嫌麻烦 出来工作 无非就是求高薪 但当你的专业技术能力到了某个高度 你会发现你的路会被打住 那薪资就会停止上升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有领导能力 调配能力 甚至管理能力 那么 他就能让你的 薪资 要到上升 上升到一个你的技术无法企业的高度 当你去面试时 你说我曾经大领 10个人的团队干的多漂亮 如果你面试的是小厂 那可能就是当主管了 如果你所在的工厂发展的大 那么你就会跟着工厂一起成长 薪资自然越来越高了 所以 你们说 自调自开的好处大 还是 调机在在带股公开意的好处大